行了 听好了 我要给你们俩布置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啊 从今天起 你们要扮演一周情侣 一周情侣 什么意思啊 意思就是 你们两个要像情侣一样相处一周 这样的话 你们在舞台上演戏的时候 才能不尴尬 有感觉 静夕 你不是在整我吧 我整你干吗 你上我查查去 很多剧组都会要求男女主演 在拍戏的时候 简要多相处 培养培养感情 不行 我做不到 是不是啊 沈心灵 如果是导演要求 我可以做到 沈心灵都答应了 你是不是不行啊 你还是不是铁血真汉子了 好 为了咱们是学士 我拼了 既然答应我了 就要说话算数 一旦被我发现 你们没有好好完成任务 就等着接受我的惩罚吧 我苏小小说到做到 这都排练一天了 咱们去吃饭吧 再晚的话 铁板饭都要没了 那你们去吧 走吧 你们不去吗 我和欧美呢 就不当电灯泡了 你不是想吃猪脚吗 我定个胃 待会儿训练完带你去 你拿我包干吗 一招情侣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吗 我来帮你拿包啊 好吧 走吧 静夕 那我们俩 谁跟你我们俩 我们俩 没事 我自己可以 哦 走 你干吗 照顾伤残人设 没有那么夸张 别挣扎了 还是你想再摔一跤 让教练打死你 那 也不用 现在太晚了 食堂估计没有什么吃的了 现在才六点半啊 我们去吃猪脚吧 真的吗 你怎么也突然想吃猪脚了 就突然想吃了 你脚能行吗 当然可以了 在吃的面前 这点小伤算什么 走 怎么了 干吗 肯定吗 你别挑了 别人多看着呢 那我帮你剥下 你们这也太过分了啊 你们俩不是也在学习 情侣如何相处吗 杜晓晓 那要不我帮你挑香菜 好 你不吃香菜倒是跟老板说呀 你别喂我啊 我可接受不了 都应该是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